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節目 台北股市昨天跌 那今天的盤勢呢 早盤先壓一下 不過呢 目前那個下影線 也都開始慢慢流出來了 但是你仔細看 今天禮拜三嘛 以這個禮拜來看的話 台北股市從禮拜一 沒什麼漲跌 只有1800多億 昨天指數呢 壓回多一點 但是也只有1800多億 那今天的盤有流出一點下影線 目前是1300 預估到收盤呢 也差不多在1800左右了 你會發現到奇怪怎麼量都沒有 那指數呢 就維持在一個區間嘛 對不對 那這也不是台股走區間 你仔細看 美股現在也是在走區間 高科技股有稍微落花 會多一點點 不過照理說啦 目前整個月季線也沒有遭到破壞 廢半也是走區間嘛 好 你再仔細看 南昂股市呢 也都在走區間嘛 對不對 那最主要的原因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因為今天晚上應該說啦 明天凌晨的2點鐘左右 就台北時間2點鐘左右 聯準會要召開會議啦 那這次的會議呢 大家比較注重的就是說 等到那個會後的聲明啊 那聯準會主席會怎麼說 所以現在市場全部都在等待 好 那既然台北股市呢 也在等待的過程裡面都是亮縮嘛 那到底這個盤我們現在怎麼看 等答案出來了啊 再來看 好 你要這麼做也是可以啦 但是呢 我跟大家講過 你今天看我節目 有稍微一點時間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在最近啊 我們都在抓什麼 V轉的第二段 就是8月份 有沒有機會走V轉第二段 好 那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整個台北股市的走勢 我們那時候在7月12號的時候 我有畫線給大家看嘛 我跟大家說過嘛 V轉第一段到上個禮拜 7月20號附近嘛 是不是 所以台北股市呢是先過月線 啊美國股市呢 它也讓你看到站上季線嘛 對不對 好 但是因為中間卡在一個 聯準會它要升息的時間點 所以呢 我後面有跟大家講過 我說這裡應該會照樣震盪一下啦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走V轉 看8月份有沒有這一段嘛 有沒有 美股也是一樣嘛 稍微震盪一下嘛 接下來就要看嘛 8月份有沒有機會走V轉這一段 對吧 所以咧 我們現在就來看嘛 到底這個第二段啊 它會不會出現 好不好 我們仔細看齁 其實台股啊在這個禮拜的走勢裡面 我禮拜一就有跟各位說過齁 你要看這個禮拜的盤 應該是看後半週啦 因為今天晚上就是明天的清晨 聯準會就要升息了嘛 所以這裡市場一定會稍微等待 那但是呢 後半週到底有沒有機會走攻擊 如果有機會這個攻擊能夠走出來的話 就如我們之前7月18號跟他說的 8月才是V轉的最大段 也就是說喔 這一段起來會比這一段 前面這個牽點啊 還要來得多 重點是走不走得出來 對不對 好 那我昨天在節目裡 昨天台北股是跌嘛 那我昨天在節目裡面我就跟他講喔 這裡還是看來做多喔 那做多裡有哪些 什麼油價值利率 美元外資啦 南韓股市 有沒有 好 那各位 我們現在就慢慢來看喔 因為最近的盤市場都在等 大家都在等 其實我這麼說啦 唯一一個變數啦 就是我們不知道的是什麼 就是說聯準會主席 他升完席之後 他出來會講什麼 這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如果說你從一些種種的跡象裡面來看 我倒覺得 8月V轉的第二段 應該是要發動了啦 好 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直接來看喔 因為呢這一波的走勢裡面 我們就有之前有跟大家說幾個重點喔 比方說第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跟他講嘛 油價嘛 這很重要啦 好 因為 油價跟物價是息息相關的 其實這幾個月以來 你看他整個CPI 直接一路在創新高 那都是因為油價下不來啊 所以呢 在整個七月份的油價 很明顯看到嘛 七月份的油價 他現在跌下來之後 他已經來到104了嘛對不對 啊之前呢 中間還有稍微有破百 然後呢就在那邊跟你耗半天 好 那因為之前的有之前的CPI指數會比較高 是因為 不管是五月份或者是六月份 那時候油價都差不多均價在114到115啊 所以呢我說 當油價現在已經比之前的均值還要來得低 現在來到104嘛 那可以預想得到的就是 八月初公布的CPI指數 應該是通膨有到底的那個現象會出來 那這對股市是有利啊 可是呢到底這個盤他能不能衝得上去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這個關鍵我在7月21號就跟他說了 8月V轉的指標啊 應該要放在公債殖利率 好 為什麼這麼講 各位你注意看喔 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用這張圖表 上面是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下面呢是美國科技股的走勢嘛 你想想看喔 從今年年初開始啊 不要說台股啦 其實所有股市都一樣 全部呢都是在上半年的時候呢 都是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那一路跌的原因呢 大家都知道應該是通膨嘛 對不對 好 應該是通膨的關係嘛 但是因為你通膨又影響到 美國的公債殖利率 它是一路在走高啊 所以咧 我禮拜一就跟他說啊 為什麼我說會有8月V轉的第二段 因為5月份升涼嘛 那時候公債殖利率創新高 結果美股創波段低點 但還沒有結束喔 因為你6月又升3嘛 所以美國的科技股呢 結果呢又再創波段低點 可是你想想看喔 今天晚上 應該說明天清晨就要升息啦 美股為什麼不跌 為什麼不跌 這是大家都知道啊 它會升3嘛 之前預計啊 會不會有升4嘛 那你現在聯準會 鷹派的官員都說不會升4嘛 所以大家認為說 這地方就是升3嘛 就是升3嘛 當你認為說 當它確定應該是升3嘛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啦 所以咧 你看啊 公債殖利率 每次到那個升息前啊 有沒有 這個升息前嘛 它都會漲啊 結果這次就漲不上去嘛 所以我當時就有跟魏講過 我說這次公債殖利率 它不會再創新高啦 除非你升4嘛 只不過今天 應該說明天凌晨讓你看到升4嘛 我說那就不太對了 因為如果真的要升4嘛的話 公債殖利率就會上去嘛 結果現在公債殖利率呢 反而呢沒有漲 有沒有跟以前比 沒有漲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認為說應該是升3嘛 那升3嘛 這次升3嘛就不太會創新高啊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聯準會今天晚上 他講的記者會裡面要講的重點 到底能不能讓我們看到 你9月啊 會不會只升2嘛 如果你9月只升2嘛的話 那我跟他說 既然3嘛都這樣了 這次3嘛都沒有再上去 你9月再升2嘛 你怎麼上得去 對不對 所以呢 每次升完息之後 這個公債殖利率它就會跌啊 那你現在來到2.8嘛 所以呢我這幾天有跟他講 我就說 我說為什麼 美股這地方啊 你要留意啊 他會不會衝上去 衝上去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前面這個低點嘛 現在2.8嘛 那前面低點在2.7嘛 那每次呢 公債殖利率創新高 你指數就創新低啊 那你公債殖利率跌下來 美股不就衝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呢 目前以公債殖利率的角度來看 對股市很有利喔 因為它只有2.8嘛 如果說這次升3嘛 然後呢 會議紀錄呢 讓大家看到說 9月有機會升2碼的機會 我跟你講公債殖利率會大抵 公債殖利率會大抵 那這一跌下來 它就破前提嘛 這一破前提呢 我就說美股它就會衝上去 好 這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的一個重點 我就說 我記得這張圖表是在 6月份 年準會升3碼的時候 我製作的圖表 我說 年底前升息時間點 下一次3碼會在哪裡 我那時候跟他講7月24號 對不對 好 那9月21號如果升2碼 我跟你講啦 後面這兩個月 搞不好都只升1碼而已啦 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角度裡面來看 公債殖利率都會大抵 那我們現在不管後面這兩段 我們現在不用管它11 12月嘛 我們就去抓它什麼 7月到9月 7月24號之後呢 到9月24號這將近有兩個月嘛 這是今年啊 下半年了 唯一這兩個月它是空窗期 它沒有升息 如果說再搭配9月份 它只升2碼 你這段不漲你什麼時候要漲 所以我之前有跟他說啊 我說 終極反彈 你看5月底我就跟他講過 這在7月底附近嘛 對不對 6月13號也跟他講嘛 7到9月是醞釀終極反彈嘛 所以呢如果說 以今年一整個行情裡面來看 當初1月份有跟他說 那是恐怖的第一劑 旁還在高點喔 接近1萬8 大家都跟你說要上2萬 3月22號我跟他講 更恐怖的第二劑 沒錯啦 好所以咧 6月24號 我跟他講 這是攻擊的第三劑 只是說這個空間有多大 所謂空間有多大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說 你現在這兩個月是空窗期嘛 那如果公債殖利率跌下來 美股就衝上去了啦 那只是說這個 這兩個月空窗期之外 你會發現到 11月還有一個空窗期嘛 對不對 那11月上旬左右啊 美國其中選舉嘛 就是說這個多頭它的延續力啊 有沒有機會 除了這兩個月之外 再多延個一個月左右 這就是後面了 我們那時候再看 到底第三劑 攻擊的第三劑 空間有多大的內容 有沒有 好那我們再仔細看 除了這些內容之外 我給你看一個東西 今天台北股市 為什麼能夠流出下影線 你看一下還在漲啊 有沒有 指數漲到現在為止 你看啊 它就是維持一個區間嘛 沒有什麼破月線的問題嘛 對不對 好那各位 為什麼今天的盤勢 你會讓看到 昨天盤很弱啊 那結果台北股市今天為什麼壓低之後 也往上攻 好各位 你看喔今天晚上要升息了 如果說我們從 目前美國的期貨電子盤來看 你看喔 這是美國的期貨電子盤喔 盤後的時候就直接跳空太高 只能不跌1%多嗎 你看喔 要升息啦 現在漲一點多%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很奇怪喔 奇怪的美股跌不下去喔 為什麼美股跌不下去 剛剛我在跟你講的內容 其實有人看得懂 所以一定有人先進場啊 不要說等到啊 聯準會 聯準會升完息三碼之後 如果他會後聲明 有稍微明確一點說9月啊 可能只有兩碼左右 我跟你講喔 那公債執行就大跌了 那這一打跌下來的話 美股就開始往上衝了 更何況呢 最近美國在公佈一些企業的財報 我跟他講喔 昨天Walmart喔 他是調降財測啦 所以呢 把美股稍微去做壓低 我覺得這很合理啊 因為你財報一定有好有不好啊 但問題是 為什麼美股今天在盤後的時候會開高 各位 因為盤後的時候啊 有公佈微軟的營收 目前都是開高的喔 然後呢 有公佈Mita的營收 營收都還OK啦 所以目前都是開高的喔 但是我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明天禮拜四嘛 除了聯準會的會議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蘋果要公佈財報 好 所以我們來仔細看喔 這是禮拜一的圖嘛 我說 蘋果財報應該不會太差 為什麼 因為蘋果財報你會發現到 比美股還要來得強啊 有沒有 美股現在呢 頂多在月季線震盪嘛 它現在已經快要過年限了 那這幾天呢 聯準會在升息之前 它是有點震盪 你看喔 到昨天為止呢 它是有點震盪 對不對 可是都在亮縮 也沒有破線啊 所以我認為 蘋果的財報應該不會太差 所以我預計啊 這個盤如果說 今天晚上聯準會公佈出來之後 如果有一個9月份的那個 升息的訊息比較明確的話 美股就衝上去 當然這樣講 你會想說啊真的嗎 這個地方啊 到底真的會漲上去嗎 我今天在這個LightX我就說啊 其實我在這段期間裡面 該解的盤我都解的差不多了 我還是一樣在看8月V轉第二段 那我今天在跟你解這些老實講 都是我前幾天講的東西啊 啊你相信了就相信嘛 啊你不相信了你還是在看嘛 好那沒關係啊 明天就在看啊 對啊你就在看嘛 啊等到漲上來 你到時候你會發現到啊 之前跟大家講 第一段的V轉到7月20嘛 對不對 結果你會發現到啊 7月21那時候 就差不多拉高點位置去啊 結果這幾天就開始亮縮走整理 亮縮走整理嘛 啊如果說這個地方美股在往上攻的時候 台股呢應該很容易就會過錢高了吧 因為南岸股市都快過錢高啊 只差一點點而已啊 所以如果說連南岸股市也在 有機會往上攻創新錢高 那你台北股市呢就不用講嘛 一定有機會創新高再去挑戰季線嘛 是不是 那你到時候回頭一看 嗯怎麼搞的 不是只有1000點啊 到時候是1000多點不見了 所以你說這個盤樣怎麼做 我還是做多啊 我還是做多啊 因為我在抓比轉第二段啊 是不是 好 那這個答案明天就知道了 但是呢要怎麼做多 我們先講一下啦 指數的部分我們都在抓低點了 像今天早上差不多9點36分的時候 我們在抓14610上下5點 那時候最低來到14615左右 有沒有 就來到我們的買進區嘛 那今天我們先衝這一段 我們先衝這一段 先賺個90點 這是指數的部分 好 那個股的部分呢要怎麼做 好 我們來仔細看 我們有說過啊 台北股市這波是分兩段 前面那一段 7月份是來到7月20嘛 有沒有 這一段嘛 7月20之後呢我也跟大家講 這邊應該會稍微震盪一下嘛 合理啊 因為 大家在等升息的問題啊 那接下來如果說V轉第二段一出來的話 所以呢有這種兩段的一個走勢 就是要怎麼做 各位你注意看喔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啊 第一個簽點 是讓你先買低點 8月V轉第二段出來的時候 才是讓你大轉波段的時刻 也就是說 這個盤它分兩段再走 那你這地方你不能說啊 前面第一段我就要開始大轉 一路大轉 我跟你講啦 市場上一堆老師就是講什麼跟你講什麼啦 反正每天都是大轉 台北股市今年上半年啊 每天都叫你買啊 跌了4000多點啊 每天都大轉 那我一直跟他講你相不相信嘛 我的操作是看這個盤它是怎麼走 那我們就順應這個盤去操作 所以咧 前面第一段我說是富貴穩中求的 原因是哪裡 就是先想辦法先做教啊 因為這分兩段的走勢嘛 你第一段先想辦法讓自己做教嘛 當第二段出來的時候呢 你前面已經先把成本壓低了嘛 你看喔 現在融資都沒有什麼增加喔 漲了1000點到現在為止 大概頂多10億左右而已啊 那可見的 當這個盤再衝上去的時候 很多人低檔沒有成本 成本不再低檔嘛 再鬆上去的時候呢 他們會開始增加他們的成本 有沒有 這就是散戶的操作模式啊 跌的時候都不敢買 幾乎沒有什麼持股不敢買 都不再看 漲上來還在觀望 再多漲起來之後呢 趕快買趕快買趕快買 這就是為什麼 漲4000點你敢買 跌4000點你不敢買 就很奇怪啊 你不是要買地賣高嗎 問題是高點你拼命買啊 可是低檔你都不敢買喔 不是這樣子嗎 好所以我就跟他講 因為這個盤他分兩段 所以第一段 想辦法先讓自己做將 這樣子你才能夠富貴穩中球 然後呢你才有大賺波段的機會 再等第二段 對不對 好因為這個盤是這樣子走 所以你的操作模式 我們就順著這個盤這樣子做 那要怎麼做 我那時候跟他講IC設計嘛 對不對 你注意看嘛 我記得IC設計 在上個禮拜 期貨結算那個時間 你有在動 一堆人都沒有在講的時候 哇看IC設計在漲 都跟你拼命講 你看IC設計要漲 這個盤這三天呢 差不多在走休息嘛 很多IC設計 也稍微休息一下 結果沒有人在講 你看嘛都是這樣子啊 反正漲的時候那些老師都有啦 跌的時候都沒有啦 漲光光你有光光嘛 漲生技你有生技嘛 漲到其他的有的沒有的 反正你都有啊 你沒有那麼多錢 好不好 所以你注意看嘛 你看IC設計的股票 都已經開始要動了 你看喔 這些都IC設計的個股嘛 這是第二頁喔 到第三頁啊 中間之後呢 才開始有些個股在跌嘛 對不對 跌的也不多喔 你看喔 一堆IC設計的個股 現在已經開始準備要動了 有沒有 你看那個指數 你看又在拉高了 有沒有 你要等它真的漲上去之後 你再把你成本墊高 還是你要先買 你想一下啊 因為我在解這個盤的模式 我之前有跟他說啊 大家都想賺錢啊 但是你盤要看得懂嗎 你才知道要怎麼買 那因為這波的盤式 它有分兩段嘛 前面第一個千點你看到了 現在我們在抓第二個千點嘛 是不是 那我認為說 你目前美股已經 可以讓你看到漲了一%多 然後美股也沒有跌下去 從我們種種的一些 不管是石油 或者是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好那我昨天有講過美元 好今天就不講了 再加上國際股市也沒有再跌啊 所以我認為 力轉第二段要動了 我禮拜就跟他講啊 這禮拜後半週 所以你後兩天啊 那個關鍵時間點到了 所以你要趕快卡位啦 但問題是信的就會先卡位啦 啊不相信的就再看嘛 好沒關係你再看嘛 等到看上去之後 我還是跟你講啊 每次低檔你成本都 你都不會把你成本壓在低檔 漲越多你買越多了 等到最後呢 你的成本幾乎都在上面了 80% 100%都在上面了 人家做法都不變了 你告訴我這會大賺 我不太相信了 會不會賺你大概是心裡有明白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跟著做 很多個股我們在低檔就先布局了嘛 你注意看嘛 怎麼做 之前跟你講IC設計嘛 7月14號在我們Light Edge裡面 我們那時候就只講一檔 我說3545的敦泰 有沒有 看嘛84塊那時候叫你買 這個波段起來 已經先標了25%嘛 最近稍微有點整理 稍微震盪一下嘛 我說續爆啊 為什麼 那我要抓第二段啊 第二段不用漲多少啦 來個15%左右就好了 到最後呢你有機會再衝四層喔 對不對 我問你啊 你的成本再低一點 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不過這三天整理一下要量數而已啊 你不能讓股市 不能讓股票說 都每天都要漲 都不能休息嘛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呢低檔先買嘛 先抓第一段嘛 你再仔細看嘛 那時候也跟各位講過金考科嘛 對不對 金考科也先衝上來嘛 先脫離底部嘛 對不對 那等到第二段起來的時候呢 我認為後面這一段啊 是你大轉波段的時候 再舉例來講 那時候低檔也跟各位講啊 下一檔吞泰 在哪裡 在天域啊 也是一樣啊 低檔買啊 結果也衝高了嘛 是不是 好那再來 我昨天在節目裡面 還跟各位講一個方向 說除了IC設計之外 鴻海的發言人說啊 投資人要珍惜股價低於進值的公司啊 很多股票它的價值在上面 可是它股價在下面 我說 以鴻海發言人來講 這是極度不合理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這幾天我就跟他講啊 如果IC設計裡面佈局到 還有另外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方向在哪裡 昨天我跟他說的 低股價進值比低位接低價 股價跟進值相差2.6倍啊 所以我昨天在跟他講 我說你不要等他衝上去 你再來追嘛 有低點你先買嘛 等等你注意看喔 今天這盤早盤的時候還在震盪 這類型的個股已經開始在動了 有沒有 昨天還沒過緊線啊 結果呢 今年一開始上去 所以很多股票你措施那個低點 它是不會等你的啦 那當然你可能在等答案啦 好那沒關係你就繼續等啦 那你不買就等到明天看他成功 你要不要追而已啊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啊 有機會你就先做 這樣對你而言是相對安全 又賺得多好不好 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拼半年過好年反敗維勝計畫 只要二分之一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兒來 運達投雇成立於民國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代理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雇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 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雇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好 歡迎回到現場 剛剛我們跟大家分析的內容 其實我們這禮拜都講過 但是現在重點就是 聯準會在今天的凌晨 會開始升息 升息完之後 會不會開始去走V轉的 第二段 好 那各位 這個要好好把握 因為如果你前面 已經錯失1000點了 後面這一段 一定要趕快跟上 那當然如果說 你前面已經沒有去做一個 低成本的一個佈局的話 接下來有一檔 比吞泰還要強的波段股 本益比只有五倍 法人買一堆 到時候你趕快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那你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很歡迎各位 利用這個方案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好不好 只要二分之一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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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